被警方上号带出来 身后还有一堆小弟也被捕 所在最前面的就是竹联邦齐新会的副会长 曾信祖贤 成立淘在集团落网 也意味发现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照片中穿的厨师服 站在C位的就是曾信祖贤 原来他是知名小萝卜店 顶太风的中央厨房厨师 37岁的曾信贤犯 2006年到值 直到现在年资已经有15年了 薪资大约在5到7万元 计数受到认可 还被派到海外的菲律宾进行教育支援 训练新进员工 只是上班做18折小笼包 下班后却扬言把欠债的人打到骨折 跑到台中被袁警尾谁发现 他用小三逛街海上摩铁 第一时间备带还拜托袁警 别告诉他太太 而妻子也会担心他不好好工作 因此时常查勤 他则会准备好几张工作照传给妻子 而真信主席利用鼎泰风小笼包师傅的职务 是为了设下断点躲避警方查契 要出任务时还向公司请兵驾 以组织犯罪违害防治条例 妨碍自由以及恐吓取材等罪前 移送台南地检署偵办 脸书上扮演着好爸爸好老公的角色 但却开另一个账号 号召成员加入讨债集团 有五分账的方式接受委托吹讨债务 而各种恐吓文宣 甚至到对方家中撒名纸恐吓 而被害人众多 出现背景也被掀出来 原本有好的手艺 前途一遍看好 却误入歧途 而公司直到他落网 还知道员工是讨债集团的主谋 嫌犯的妻子更是一直被蒙在鼓里 真是情何以堪 TV新闻南部社会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